你怎麼看現在的市場 究竟對於這個俄乎的戰士 那個憂慮有沒有舒緩 以及那個影響會不會繼續有 偶爾會出來困擾呢? 我想現在真的到了一些 真的中間50不足的情況 就是由之前最緊張 大家覺得可能最害怕的就是 可能俄羅斯很快就已經攻入了 可能收到幾乎 然後再進一步 就是那些人已經擔心那個戰士 可能不只是俄羅斯和烏克蘭兩個國家 到現在的情況 其實叫做進入了談判 雖然其實坦白說 現在大家都對那個談判都不樂觀的了 因為老實說兩邊雙方的叫價 都很難達成什麼公式的 但是起碼叫做不是說第一個 就是第一輪談判未談完 就已經跟你說談判破裂沒有後面了 因為現在基本都說 就是3月2號 就是明天會再有多一輪 雖然另外一方面就是一邊聊一邊打的 其實你看到 都是繼續炸的 幾乎繼續都是被人炸的 不是一個停火的談判 都是同事進行的 不是的 都是同事進行 就是都是有傾有傾 就是一邊傾又一邊打 那就變成現在的情況就是你見到市場 從最緊張的時間慢慢開始 就是過了最緊張的 尤其是你譬如見到可能一些期權的波幅 又或者指數上面那些走勢 就已經譬如這段時間 美股三大指數 尤其是納指其實跌得很多的 那但是其實現在有一點叫做有一點反彈 還有彈了之後在一個相對上 就是不是最低位的地方都叫做hold得住 那但是另外一方面你說 是不是真的很樂觀 鬧了貨這樣 那就不是那麼容易的 因為始終局勢上面不是真的那麼穩定 那尤其是就是第一就是剛才說的 就是前景上其實不是太好的 就是大家都是覺得可能先 談了一會之後都是再繼續來過的 因為始終就是這麼大張旗鼓 尤其是叫做俄羅斯就是金冒國際的大股位 都要打烏克蘭 應該不會那麼容易就放手 或者不會說就是結果可能沒有任何成果 就放棄就退兵 那這個機會也不高 那另外一方面其實看到的股市是有少少放鬆的 但是商品市場就似乎並不是這樣了 就是商品市場見到譬如說 可能即使好像昨晚的局勢或者氣氛好像放鬆了很多 但是其實金價就沒有什麼特別怎樣回落的 那你譬如看到金價又或者相關這次來講最主要的油價 就重要是油價其實說的是都已經是 各國就是譬如美國為首都準備是會釋放戰略石油儲備 那大家都有些特殊的情況 就是OPEC都有開過聲 或者可能會為此會做一點點增加供應 那但是即使開了這些開口牌增加供應 但是都仍然油價都還算是站得都挺穩的 就是說紐約旗油已經是低過布蘭特旗油 但是都還在說有96元流上 那雖然沒有人知道 譬如可能今晚又再進一步放鬆一些 那又再軟一些 但是暫時商品市場都還是偏向幾個短缺的 就是譬如說油又或者譬如農產品 都還是偏向比較的價格比較站得硬的時候 那其實這件事可能都比大程度上反映 就是還有一批投資者是認為似乎都不是這麼看好 就是不看好的意思就是說很難短期內解決 那個戰士可能會交著 那而交著其實就雖然會 那個情況就是大家由最恐慌的時候會回來 但是代表是不是代表市場就可以由此升回呢 就是譬如我拿納子為例 其實納子這段時間一直跌下來 其實最少都要回回 就是我們正常來說都要回回15000點附近 才叫做比較明確的回穩 就是之前只不過是由最差 就是最差跌到13500點都沒有 其實貼近13000點的 就是如果說納子期貨 那其實雖然現在帶回上來 都有成差不多1000點流上了 那好像水位上面回回 就是回穩很多 大家覺得就是好像達定了很多 但是距離真的我們叫脫險的價位 都還有差不多可能500點以上 都沒有那麼快的 那所以尤其是現在會更加尷尬的 因為之前是極恐慌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敢去撈小弟 現在就應該有些獲利的 但是如果在現在這個時間做呢 就可能要想一些中線部署才可以了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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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